大家好,我是佳君阿姨 今天到白沟来了 还是跟我们老年团来的 今天这趟出游呢,免费接送 而且还有礼物 有没有坑,有没有套路呢 一会儿看啊 白沟的变化太大了 我三十年前来过 那时候就是乡村小镇 只有几个大棚批发零售香包 看着一个个新建的住宅小区 宽阔的街道 俨然就是一副大城市的样子了 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拉我们过来 主要是让我们逛逛这个市场 叫河道国际动梯服饰场 服饰广场 这个动梯就是原来北京的 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 搬过来的 规模挺大的 这是男装 这边是女装部 马上进去看看 市场内的环境和布置 看起来和其他的批发市场 没区别 来商货和购物的人也不多 我们来之前就跟我们说 是来给捧场的 我大概的逛了逛 楼上楼下也都看了 东西确实挺便宜 就是我没什么要买的 白沟还是以香包为主 它的香包市场巨大 离这儿有一段距离 还得打车过去 我就不去了 这附近好几条街经营的都是 做香包需要的各种材料 足见它的香包市场有多大 所以至今白沟依然是 北方地区最大的香包集散地 白沟购物之旅圆满结束 上车回家 大爷大妈们都没少买 段哥买的夹克 几十块钱 金丝龙的 五十块钱 不错不错 段哥这是买了几袋的衣服 我买了几袋的衣服 买了几袋的衣服 买了几袋满了 看来大家都买的开心 这就是最好的收获 我们这趟免费游 按照以往的套路 去了一家卖恶椒的店 买不买全凭自愿 美人赠送了一包恶椒枣 和一桶洗衣液 放心吧 没有可 谢谢观看 欢迎您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